過年期間很多民眾喜歡在家中貼上了各種不同喜氣的祝賀詞 不過這位來自日本的書法藝術家曾三尚信 他不是用傳統的楷書或是行書字體書寫 也非常受到民眾的喜愛 他呢很喜歡旅遊在各國街頭展演 但是受到疫情的影響去年一直到現在只好長時間的留在台灣 不過他說不但因此更愛上台灣 也體驗到了不一樣的過年氣氛 沾上墨水謹慎在燕紅的春蓮上寫下第一話 春節民眾最愛在家貼上不同賀詞春蓮 但不屬於楷書 行書 草書或歷書的任何一種字體 書法藝術家曾三尚信自創以作畫的方式出寫 來自日本的曾三尚信目前38歲 新西線出生18歲罹患淋巴癌第四期後 開始了街頭書法旅程 除了台灣還曾去過香港 美國和歐洲等數十個國家 這個毛筆字跟新的朋友交流一下 今年去年都沒有 世界最愛的國家是台灣 特別特別喜歡台灣人 熱情 人情味 老師現場寫書法除了能指定文字 最特別的是還能依照個別需求 克制化字型 無論是霸氣揮豪或是超萌魂圓胖胖體 都能一次滿足 我覺得滿特別的 頭一次是看到就是日本人來寫這個新年 比較沒有像是這種字式書法的那種感覺 是比較有個人特色的 他是日本人 對 好厲害耶 覺得他的字體滿特別的 受疫情影響讓書法藝術家增山上信意外留在台灣更長的時間 不只多了和民眾互動 還滿滿感受到台灣的湖面新氣象